大家好,我們今天在這個新竹縣琼鄉 有一個太陽能屋頂,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用太陽能發電來吹冷氣 是太陽能的其中一種應用 那待會我們看的是用太陽能發電來賣電賺錢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房子的帳方 我們裝了一些太陽能板 這是我們把太陽能電安裝來發電賣給台灣電力公司 很多人會懷疑這20年的賣電時間裡面 那如果被颱風吹走怎麼辦 那如果說賣電的收入沒有預期中那麼好怎麼辦 那如果賣電賺的錢沒有辦法繳我們的貸款怎麼辦 其實各位都不用擔心 太陽能在台灣已經差不多五年多的時間了 大部分的客人他跟銀行借的錢 用太陽能賺的錢來還銀行 其實都是購的 那這個屋頂大概安裝了20坪的太陽能設備 那已經大約三年多了 那屋主非常滿意他的發電效果 因為產生的電他基本上當成他自己的退休養老金 所以我非常鼓勵各位啊 如果你有像這樣子的透天 或是像這樣子的鐵皮屋的話 那左邊這種鐵皮屋 只要他有權狀有使用執照 他通通都可以拿來賣電 土地權狀 建物權狀 使用執照 電費單 準備好這些 你就可以請我們過去幫你做一些簡單的評估 最好呢可以幫我們拍幾張照片 房屋的外觀照片 房屋附近的照片 拍了之後呢 我們馬上就可以提供給你報價 以上是泛陽崎太陽能發電 在新竹為您做的報導 謝謝 謝謝 請看